公元850年至公元965年的寒冷期 大致对应了中国的另外一个变乱期 五代十国 宋朝是其中的最后一代 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两宋时期 中国气候转向一个寒冷期 宋朝从开封一都到杭州 汉文明核心第一次长期越过长江 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 东亚气候又开始进入一个温暖期 北方草原开始广泛受益 在温和湿润的气候培育下 蒙古大草原上的游牧人如鱼得水 他们发展壮大后 相继在几位不同的草原领袖率领下 大规模南下 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 辽基元时代到来 假如不是气候助阵 很难想象成绩思汗领导的蒙古人 如何能突然成长为一个让全球打寒的骑兵大军 因为成绩思汗的出生地 是一个与中国最北端城市 墨河相同纬度的寒冷地区 蒙古大军在13世纪横扫了全球的主要文明地区 东亚地区除了离岛日本 全部被蒙古大军征服 几乎日后的整个俄罗斯地区都被蒙古人囊括 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从降温中获益的好日子 似乎随着气温升高也结束了 阿巴斯帝国于1258年被蒙古大军消灭 以往的文明翘翘板只是在中东与欧洲之间来回交换 这次推积北亚 说明此时全球文明的扩展已经有了全新的边界 文明地图大变 蒙元时期的气候转软应该得到确认 否则蒙古人不可能有欲望去收服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广大冰雪之地 当然人类的文明技术积累 也一定程度在抵消着环境的威力 但此时人类的主要活动还是顺应自然 所以这种气候与文明能力抵消之后的边界 依然非常清晰 当时蒙古帝国没有涉及北极附近的洞土地 那里一直就是近乎无人的荒野 我们偶尔也可以直接以人类活动的南北伸缩变化 去推断气候的变化 这也是一种科学方法 人类活动本身当然是重要的地球生物现象与依据 新仙女木小冰漆就是以植物的进退来命名的 蒙古帝国作为一个极端文明现象肯定异常复杂 突然的冷热都有可能引发异常情况发生 而非简单的温暖就薄发 寒冷就凋敝 我们一般观察气候 只看冷暖变化 实际上可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气候分类有许多 比如干湿变化也对人类社会有普遍的影响 从简单的温度变化可以肯定 在成吉思汗所生活的前半生 实际上是一个为期2000年内的最低点 我们从成吉思汗的成长史可以发现 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时代 战争掠夺与背叛不断发生 成吉思汗本身甚至是在一系列仇恨与屈辱中长大的 他的母亲是抢来的 他的妻子又被他人抢走过 他父亲是被人毒杀的 我们很难想象这是物质丰沛 气候温和时代的现象 这一恶劣气候的上一个小波峰 是从公元1000年开始穿越之后的两个世纪 到成吉思汗时代是一个低谷稳固期 在13世纪气温又突然开始上升 铁木针的残酷征战 从1202年以消灭 都在传统北方草原帝国的轨道之内 花拉子摩被消灭之后 蒙古大军进攻古印度河 福尔加河 这才成为一个超长的行为 实为1225年之前 看来更多的蒙古帝国传奇 确实都发生在气候转软的13世纪 1271年 忽必烈政权大元在中国诞生 无论如何我们看到 人类有一种总的发展趋势 国家越来越大 在罗马帝国时期 我们数次看到罗马帝国的分裂与统一 其实都是源于无法有效统治 统治帝国需要统一的语言文化 以及交通通讯工具支持的快速反应 这些都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无法实现的 但瞬间的军事爆发力 也会使他们在短期内 快速达到一种超级帝国疆域 之后会因难以维持而崩溃 或主动分裂管理 波斯帝国 罗马帝国 秦帝国 以及蒙古帝国 都曾经尝试过帝国的极限 但很快崩溃 超级大帝国还需要管理的经验积累 大国还是有发展优势的 假如一个大国能够维持 绝不可分裂为小国 分裂皆是经济发展的大忌 大国的主要优势为 从容的资源调配 便于维持和平 统一便利的市场等 越大越容易发展经济 欧洲之所以最终成为一个欧盟 就是一种潜在的类似需求 欧盟其实已经类似于一个国家了 早期大帝国的成立 都需要一个条件来维持 那就是骑兵 蒙古人依然是冷兵器时代的主人 他们胯下的战马就是增添人类力量的武器 元朝灭宋 是一次明明白白北方草原人覆盖中国全境的行为 之前的中国已经开始了一些变化 中国汉人的政治文化核心第一次离开黄河流域 他们的都城转移到杭州 如此的地缘巨变 本身就意味着中国乃至世界都将有一个大的变革 自新石器时代形成的以西亚文明为稳固核心的张力结构 基本解体 正是在原人的大阪图里 开辟了从波斯湾到中国的商贸航海道路 青花瓷等 波斯湾的产物逐渐传播进中国 甚至最终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象征 这就是文明传播的润物细无声 这就是大国的优势 半个亚洲做生意都是在同一个国家里 所以可以省却许多周折和消耗 不过东亚却没有欧洲幸运 他们既没有一个隔海相望的中东辉煌文明 与之交流碰撞 也没有发现一个新大陆供其发展殖民地 更加之整体的地缘地理不利 所以从南宋开始的12世纪 东亚与欧洲的文明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西方现代文明的鸿沟在继续加深 文艺复兴却即将在亚平静半岛开花结果 从此东西方将彻底分道扬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